周邊動脈疾病 周邊動脈疾病一般是 凡指心臟或腦部血管以外的動脈血管 我們就叫做周邊動脈 通常的疾病是 血管壁越來越厚 引致血管內籠越來越窄 引致攻血量越來越低 而引起的疾病 我們就叫周邊動脈阻塞 高危的病人通常是心臟病、血壓高、糖尿病 還有膽部唇膏、食煙 這類病人都是特別容易患周邊動脈阻塞的問題 其實最常見的病症 就是當我們的腳部血管收窄的時候 當攻血量不足引致我們走路的時候 會覺得腳痛 這種情況我們叫做間歇性培行 即是說我們坐在這裡沒有什麼 但到了走路的時候 走一陣子腳就會覺得很累 沒有力氣 甚至走路的距離會越來越少 可能走一陣子便會覺得腳很累很痛 所以要坐下來休息 這就是我們的間歇性培行 這就是周邊動脈阻塞的典型症狀 病情再惡化的話 除了腳痛之外 它開頭就走路才會有腳痛 但慢慢痛的情況就越來越嚴重 甚至不走路也會有腳痛 再嚴重一點 腳甚至會出現一些潰瘍、爛腳的情況 再差一點的時候 腳整隻腳會壞死 需要截肢 是的,是有一個關聯的 因為它們兩樣東西都是由血管硬化而引起的 所以如果有心臟病的病人 他應該留意一下自己有沒有這些周邊血管疾病的症狀 同樣地有周邊血管疾病的病人 他也要留意一下自己有沒有一些心臟病的症狀 因為兩個病是有關聯的 如果在一個早期的階段 如果純粹是走路才腳痛 就是這個間歇性培行的階段 通常我們會建議用一些藥物去治療 最標準就是用一些壓舌不靈類的藥物 現在有一些研究也會建議 考慮用一些新一代的抗型血藥物 加上壓舌不靈一起用的時候 就發覺會大大減低病人的心臟病 以及截肢的風險 當然如果病情再嚴重 去到不走腳痛 或者甚至出現傷口、潰瘍的話 絕對我們會建議去考慮要接受一些手術的治療 去將那些血管擴張回去 我們絕對會建議這些病人 在生活上多做運動 去擴張一些血管 也要留意在飲食方面 控制膽固醇、血壓膏、血糖等 讓血管不要再一直壞下去